欢迎双方当事人 李先生和朱女士 我们还是首先了解 两位当事人各自的诉求 就是他心有给 脾气有给 不要去外面乱找女人 这个什么事都没有 一心一意对我 李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反正我这么年纪了 三分之二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我剩下的三分之一的日子 我就想开开心心的 快快乐乐的过好 我剩下的这个每一天 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在一起的话 可以说是每天吵一次 女人的话 唠哩唠叨这种情况 是很普遍的 像她这种唠哩唠叨的 有点过分 所以你认为 让你们吵架 或者让你们不开心 其中一个原因 是跟她的性格也有关系 是吗 对 朱女士要求身旁的李先生 能一心一意对自己 但是李先生却提出 要和朱女士彻底分开 他告诉我们 在外人眼里 他们好像还是夫妻 但早在94年 他和朱女士就已经办理了 离婚手续 这27年来 他们一直都是 离婚不离家的状态 可是提到当初 为什么离婚 朱女士是意难平 气难消 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我穷头到位说 他在家里 交到一个女的 他电话打到家里来了 后来李德芬 就是因为这个事 我说你爱我 就要好珍惜我 要把我当老婆看待 那当时这个离婚事 别在外面走 当时这个离婚 是谁提出来的 是他 呀 是他 为什么是他提出来 没有想过 一位孩子 一位这个家 我是说不要跟人家看笑 把两个人吵得不得开架 我就出去外面打工 我都要吐吐气 我就去帮人家带小孩 那个小孩就没有妈妈 他就爸爸又去外面做生意 后来回来 我就带小孩回来 他还说要我去死怎么怎么 又不是我做错了 他也不道歉 不道歉 他不认错 他说是我先出会上 根本就没有 一件遗迹都没有 是多心造成的 是这意思吗 他是 几十年都是这样 我都是这样跟他这样过日子 都是无中生意 他用这种方式 抱着 走两天 带着个小孩 来提个包 那个包里面 当时他在土旺里做坏 我就开了 打开看一下 里面有 乐兰的内衣 都在里面 还带个小孩 那个小孩大概七八岁 当地立下 我就把那个小孩子 叫到外面 我问他 我说你是哪里的 他就一无一失地跟我说了 说了我就记下来了 他回来的当天 他吃了中汉 他就带着那小孩子咋了 我就让他走 我也没有阻止他 第二天我就坐了公交车 直接坐到那个男的家里去 他在那 他在那边住了 狼心你是 明明他自己 还说我 做得太过分 把他拉回来 你确定是在感情上 有了背叛的行为 确定 他那个单身汉 根本没有钱 吃他的钱 穷得要死 但是他刚才讲了 他是在帮别人带孩子 他住在那就很正常 他说 他是带孩子 你这个不要条件 他用钱 都是用他的 他全部是说网 他竟然帮别人 全部是说网 没事 自己不会说自己的事 都断除别人的事 他到底还是说不要网 那个时候我就动了什么用 没有 你一点意思都没说的 你来说我 真不知道就没有那个死 真不知道就不来说冤枉 面对李先生的控诉 朱女士是激动不已 连连喊冤 虽然在主持人的安排下 他又回到了座位 但还是气愤难当 明明他自己 还说我 他都承认了 他说我 要说实话 我走就说 你要说实话 他觉得 李先生是恶人先告状 但不管当时 到底是谁的感情 出了问题 两人还是把婚给离了 但离又没离彻底 过起了离婚不离家的生活 共同抚养和照顾 他们年幼的两个孩子 离了回没离彻 一直在一起 我赚的钱全部拉给她 在朱女士心里 离婚之后的生活 和离婚之前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李先生还是她的丈夫 她没有意识到 情感和生活中 潜在的危机 直到2015年 两人爆发了一次大战 朱女士遭遇了 离婚后的第一次情感重创 我跟她去打工 她整天去外面聊天聊天 她说我偷看她聊天 我说我不知道 她来往上找女人 我不知道 出来就拉脚 等我一脚 我就走 从我儿子拉着去 她就打一个电话来 我们分开吧 分手吧 不要在一起 我就知道 天天就聊天 求是找女人 我说 洗五度不冷我去 我就去 我就搞个明白 走到哪里去 厨子房那里 没有人 那个老板跟我讲 你头一天走 挑一天一个床头 都出来了 每次都是这样背叛我 她把那个时间颠倒过来 从2015年来 她就是下半年来 每天都是这么说 你这种男人外面都得狠 你随时走 我随时可以到外面就走 多得不得了 她每天都是这样说 一个人的忍耐心 是有限度的 那一天说的 我真的受不了 我说你也去找吧 你要走你就走 我要不阻拦你 她那天她就 因吵架 走了 她提拔走了 平时我根本就没找 走了以后 我就开始到网上找 那个时候我就想 彻底跟她混合 那你的意思就是 从94年到2015年 这个中间期间 你们没有因为 我从来没有 这种想过去找 2015年以前的 三万状态 就是基本上 一些家伙小事情 潮潮烂烂的 正常的生活中的 小矛盾 对 我已经跟她 说清楚了 我要早跟我女儿 也说了 说清楚了 我女儿都同意 我两个人不要在一起 没办法在一起 差不多20天左右吧 她就打电话回来 人家因为老乡很多 她问到了我的问题 问到了 她就回来了 我就知道她回来了 我两个人就搬走了 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了 她那个时候 她痛苦 那个时候确实是很痛苦 她打电话给我 我没有理她 不是这样 因为我打了 我就铁了心 不要她了 跟那个女的在一起半年 担动的 半年呢 我就好像是胆气时 回家了 动手术了 那个女的就一直在那边等 我说我把自己的手术 做完了以后 身体恢复了 我马上就过来了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我女儿跟她 还有我儿媳妇 都打电话 直接威胁这个女的 不允许我跟她在一起 她还是想要 我两个人和好 不能把这个家散了 就这样散了 那个时候受到那个 儿子 女儿 儿媳妇的这种 沉沉压力 说句实话还是破云压力 所以我还是回来的 不是这样的 我在那里装扮 我就把工资结了 我就想走 她就追过来 我们一起走 我一起走 你不就跟那个女的了 小女的我干嘛 她说要去回家 哎呀我去做手术 我去做手术切走了 我的心就又乱下来了 全部拉清楚了 全部我拉出来的 那个时候是回来做手术 那一次是她 是她照顾我 照顾她 你说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有了找我的麻烦 那一段时间 你心里知道 她已经决定离开你了吗 我知道她离开 我要彻底地放下了 这个成交的瓜子不得香 我让她自己自由吧 明知李先生 已经开始了新恋情 朱女士还是不管不顾地 去照顾生病的李先生 可她没想到 李先生病好了之后 却把她一脚给踹开 然后继续和别的女人 谈情说爱 这让朱女士的心里 感到很不平衡 心酸委屈 就像藤蔓一样 在她的心里蔓延 一天我就说 我从这个日子要不要过 你不放过 你海里 哪里不放过我 这里不真心我 你为什么这样伤害我 背叛我 总是这样背叛我 伤害我 你自身一变 好好真心我 我家里吃了多少苦 有时候一排钱 都家中 排钱当家 那个时候 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一个女士那么大 就啃草啊 种地啊 种田啊 她就没空上 晚上睡觉都忘了 她回来了就好 平安就回来了就好 都是哭 回来了就高兴 没回来 总是睡不着 她这样对我 我对她多好啊 你为什么 还没有想过 彻底分开呢 不是 我是这样说 我是这么多年纪 把一个家叉散了 也不好 对人也不好 我是这样说 我眼睛都哭下了 都是睡得常常 眼睛就淋疹头 朱女士崩溃了 她的情绪 影响到了 她们的一双儿女 在得知父母的情况之后 儿女们看不下去了 我女儿就打电话骂她 你不要骚了我妈 你不宁愿一点 就骂了她 跟我女儿吵了好多架 我女儿日子后来不管她 把她打在黑面站起来 几年都没跟她交通 干脆通通拉黑吧 我不说话了 李先生和儿女们决裂了 但女友却因为儿女的介入 在没多久之后 向李先生提了分手 而此时 伤心欲绝的朱女士 也决定开启新生活 没想到 却遭到了李先生的阻拦 嗯 好